人妻逗上小三了 这是隋唐朱欣怡和演电视剧传出 隋唐在拍的期间说服剧本人员 把剧本里头朱欣怡的戏份给删掉 被爆料是女戏罢 让两个人不合的传言再度传得沸沸扬扬 因为偶像剧小三角色获得最佳女配角 朱欣怡开心到哭 丈夫在旁边陪着好感动 但原本呼声最高的女主角隋唐 却意外中箭落马 我希望 明年 你这个团队 我们会卷子重来 没拿下自己家女主角 隋唐参加庆功宴更显得落寞 戏人妻大战小三 戏外战争没结束 正在拍电影版的剧组爆料 隋唐很爱挑剔剧本 常常因为一句话情绪不对 就修改台词 甚至还狠身朱欣怡戏份 让小三曝光度大减 两人闹不合的传言变得台面化 人妻再度杠上小三 没有啦 这个真的没有 他们两个戏也没有碰在一起 很少碰在一起 同志演员大集合 当初一起出席记者会 看起来感情很好 只是没想到人妻和小三 一路从戏里打到戏外 翻上大萤幕也吵不停 更为新电影增加戏剧性 中文宣的李文婷台北报导 这一路到够了 那大雨